林志玲结婚 做错了什么 11月17日 在这个谐音无比美好的日子里 林志玲结婚了 女神结婚 按理说应该非常隆重 但 和这纸婚约一样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排场 过小的婚礼 不在奢华的霍华的城堡 也不在四季如春的巴厘岛 而是在林志玲的家乡台南老屋祠堂 因为这里是他父母相爱的地方 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没有鸽子弹大的钻戒 也没有盛大的排场和庞大的伴郎伴娘团 有的只是新郎黑泽良平亲自设计的婚戒 价值大概在13万人民币 有的只是那略显喧闹的街市 热情而陌生的街坊邻居 还有拉着手把他送进祠堂的父亲 从婚礼开始的那一刻 一切都遵循着最传统的台南婚礼流程 在全城直播的婚礼中 有一段让所有人都无比感叹 那是林志玲和丈夫互换新婚至此时 他说 我们好晚才走到一起 余生请多照顾 谢谢你让我相信爱情 他说 志玲 今天很开心我们成为夫妻了 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如此情真意切的誓言 让林志玲在现场就一度感动到落泪 最后 他还说了一句无比心酸的话 终于轮到我结婚了 紧接着 如一对普通的新人一样 两人相拥而吻 看着幸不幸福 幸福 在我们眼中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祝福的事情 一直以来都温柔谦逊的志玲姐姐 终于在45岁时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 但殊不知 还有很多人至今都认为 这是一场错误的结合 时间回到半年前 6月6日 微波炸了 原因很简单 国民女神林志玲突然宣布结婚了 没有任何征兆 甚至在林志玲官宣后没有人认识这个男人 但 不要紧 尚能入天下能觉得 三尺的网友们在得知这一爆炸 新闻的一瞬间集体出动 没多久 就扒到了他的全部资料 这个幸运的男人名叫黑泽良平 是日本男团Exile的成员 国内叫他们放浪兄弟 昵称是民工团 就算有人说这个组合在日本的知名度很高 类似于国内的五月天 但更多人还是对林志玲的选择表示不解 毕竟 在大家看来这个男人不仅不帅 还没钱 据了解 黑泽良平的年收入只有260万到400万人民币 不到林志玲的十分之一 这么一个在国人看来又没名气又不是富豪的人 怎么可能配得上林志玲 一开始 网上的声音还比较平和 无非就是女神嫁人了 自己失恋了 要把林志玲版的导航换成郭德纲了 但渐渐的 开始变了味 在官宣后 林志玲接连上热搜竟然是因为被疯狂辱骂 在他发布的维地震灾区祈福微博下 满满恶评 有人说他被下降头了 有人说要封杀他 还有人传言林志玲结婚后要改姓以及改变国籍 这一消息 这一消息 更是激起了名分 竟然有网友擅自把百度上关于林志玲的词条改为了黑泽志玲 网友也骂得越来越难听 面对种种突如其来的非议 林志玲在蜜月后说到 名字承载了文化和大家给予的爱 未来也不会有改变 虽然已经澄清 但毫无疑问 45岁的林志玲才仅仅度过了一劫 嫁给看似不登对的老公要被潮 老公情商高尚热搜要被潮 婚礼温馨要被潮 但卷伴手里也要被潮 他究竟犯了什么错 林志玲从小 就是美人胚子 175的身高 皮肤白皙 身材比例34.24分36秒 而玛丽莲梦露的完美身材比例 是37.23分36秒 无限接近 如此上天赏赐的容貌与身材 不出道可惜了 所以 15岁时 林志玲就以模特的身份出道了 只可惜 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遇到了唐安玲 唐安玲邀请林志玲拍摄一条关于美胸瘦身的广告 他认为林志玲是个好苗子 就这样 在29岁 模特的慕年 女艺人的瓶颈期时 林志玲一夜爆红 就这样 他没有作品 靠脸蛋汗身材取代 肖强拿下台湾第一美女的头衔 但这样还不够 出名需要话题 2004年 话题来了 林志玲受邀主持第41届中国台湾地区金马奖 那年 虽然只有20多位明星 却因为林志玲的主持 创下了金马奖有史以来的最高收视记录 只因为那个抱抱 他先是向因为2046被提名最佳男主角的梁朝伟 嗲声跌气的索要了一个祝福的抱抱 还没完 紧接着他更加大胆 直接脱下了皮草 递给了梁朝伟 然后又向偶像刘德华要了一个爱的抱抱 一个娇滴滴的美女抱两男 还是在颁奖时 这样的场面堪称经典 这次事件 让林志玲彻底出名 但同时伴随着她的事 数不清的恶评和流言蜚语 什么大佬的酒局永远少不了她 被开游也从来都是陪笑 什么和富商贴身共舞等等 后来证实这位富商是她老爸 2005年意外坠马后 大众关心的也并不是她的健康 而是她的各种敏感身体部位 如果说美丽的女性在很多人眼中就是代表着玩物的话 毫无疑问林志玲就是被物化的特别严重的一个人 花瓶 借胸上尾 娃娃英豪甲 似乎这些词都是为她而造 那么 面对这些 林志玲是什么反应 许志玲曾经在十三腰中问林志玲 东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非常严苛 而你又是这种美的标准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困扰你吗 林志玲回答 这是时代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不困扰我 简单点来说 就是我性感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你们不能因为这个把我圈住 的确 性感是一个致命点 可怕的是林志玲开始懂得怎么使用这个点了 所以 当人们发现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依然保持着一种优雅的姿态 就算被各种挑衅还是温柔似水时 口碑逆转了 她变成了人人口中的志玲姐姐 她变成了高情商的代名词 遇到偷拍自己的狗仔 在百般躲避还是无法摆脱时 她转头对她说了一句 谢谢你们送我回家哦 和梁朝伟演完戏后 被记者问到是否建议梁朝伟的身高和自己不相称时 她又回答到在我心里 男人的气度远胜于高度 如果说这些都是说 那她做得更到位 本来身高就足足有174厘米的林志玲 不管穿什么鞋都会非常显高 所以每次林志玲在和其他人 不管是拍照还是握手时 都会屈着膝盖 有多少人她就蹲多少次 把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周到 不仅如此 她还连续十几年参加公益活动 还成立了志玲姐姐之家 她最大单笔捐5000万 进入2018年亚洲慈善英雄榜 请问有谁会不喜欢这种性感游物 温柔无公害的结合体呢 答案当然是没有 所以 在45岁之前 她就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这种人设 不忍破坏 也难怪连她自己都说 自己这辈子演得最好的 大概就是志玲姐姐这个角色 可这一切 都在她宣布结婚的那一刻变了 以前笑眯眯的叫她 志玲姐姐我的女神的一瞬间 全部倒戈 开始企图用口水淹没她 你是中国捧起来的明星 捧红了到头来嫁给了日本人 我打心底不会原谅 她林志玲快滚出娱乐圈 她真是藏 难怪嫁给了日本人 甚至还有人故意放出假消息叫嚣着 林志玲被家暴 为什么如此恶毒 很简单 幻想被打破 在他们的心中 林志玲就是一朵完美的塑料花 他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而现在 当某些人突然发现 她竟然有自己的思想了 和自己当初的设想不一样了 就开始无谓谩骂 而林志玲做错了什么呢 她不过是大大方方认了爱 告诉你们 我找到了幸福而已 就像当初黄渤给她的祝福一样 勇哥只想说 那些活在自己幻想中的人们 在诋毁别人前真的该想想 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林志玲葬吗 不 真正葬的是那些满口乌檐碎语之人 你们要明白 当你伸出手指责别人时 你另外四个指头正指着自己 那些满口乌檐碎语之人 这些满口乌碎语之人 很厉害 我会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